WPL在2月中旬发布了新的业绩报告 报告显示受到供需利好 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疯涨 使得Woozide2021财年的税后净利润增长262% 比预期的利润高出了18% 由于21财年强劲的渐进流 WPL宣布了每股1.05元的末期股息 比去年同期增长255%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 Woozide成立于1954年 总部位于西澳的珀斯 是一家澳大利亚石油勘探和生产公司 作为澳大利亚首居一指的石油公司 Woozide的石油公司的业务包括 液化天然气 天然气 顶基油和原油 西北大陆家合资企业和西澳的液化天然气权益 这些资产的成本由是构成了Woozide的基础 未来的液化天然气开发 特别是与Pluto项目相关的开发 包含了该公司很大一部分的内在价值 Woozide在澳大利亚能源公司中是独一无二的 因为它成功地管理了液化天然气项目的开发 超过25年 在复杂而昂贵的任务中 拥有澳洲其他公司几乎无法比拟的经验 增加Woozide的竞争优势的有 与东京电气 关锡电气 中部电气和大阪燃气 等亚洲蓝筹能源公用事业公司的长期成购协议 为期20年 这些有助于确保在开发过程中获得足够的项目融资 并在项目完成后为Woozide的现金流带来稳定性 Woozide还享有先发优势 自1980年代以来 西北大陆价合资企业已投资超过270亿澳元 2021年8月 Woozide与币和币拓达成协议 将后者的石油资产与Woozide合并 公司对2022年的指引显示 其产品的年产量将增长9200万至9800万桶 变革性的与币和币拓的交易 以及产品的增产将极大的增强WPL的基本面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想要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澳洲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3-8658-0602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收藏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